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就带您一起去探寻汉阳灵的侍女友 2009年6月我们国宝档案设置组来到位于陕西省的汉阳灵博物馆 探访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精美人勇 汉阳灵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建造于地下的博物馆 完好地保存了当年出土的木坑和木道 在博物馆里参观就像真的在木坑里一样 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汉阳灵出土的陶涌非常之多 看这些木道坑内的陶涌 动物涌成千上万的排列其中 猪 马 狗等未为转换 汉阳灵还出土了许多人勇 他们都按照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来制作 各式各样造型生动 有军队骑马勇 也有宫廷内的侍女勇 其中人勇分为素衣式和裸体勇两大类 什么是素衣式呢 素衣式是指考勇的衣物及躯体都是泥制的 衣物随着躯体模素成形 而裸体勇则指的是人勇 只有躯体是泥制的 手臂则是木制的 外面穿丝 麻或皮质衣物 经过几千年地下的埋藏 外面的衣物和木制的手臂都已经腐朽不见了 显现出裸体的形象 所以称为裸体勇 人勇中的室女勇最为奇特和精美 她生动地在现了中国汉代时的妇女形象和特征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件素衣式彩绘式女勇 式女勇高五十厘米 身材比例匀称 表情淡然 神情拘谨 面带一点忧虑 大式前额中分 身穿红白两色的丝绸身衣 以彩色的文锦相边 这件式女勇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汉代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 更生动地在现了汉代人们着身衣服饰的特点 出土的女勇有一类是双膝着地 呈济座状的 什么是济座呢 济座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习俗 接近于现代人的贵姿 不同的是 贵姿是直腰耸体 臀部不贴脚跟的 因为汉代人穿的服饰是身衣长袍 这种寄作既显得彬彬有礼 有便于体力 汉代的时候 普遍都采用寄作习俗 宫廷和达官贵人家中都不设桌椅 在室内满铺盐 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地毯或竹席的东西 人们进屋都脱鞋 然后双膝跪于地上 臀部贴于脚后跟寄作 这件彩绘寄作诗女泳 粉面寒春 丹凤眼目视前方 鼻梁挺直 樱桃小嘴 容貌俏丽 袖口衣襟处 用彩色的文锦相边 衣着非常华丽 诗女双手向前平伸 手中持有器物 但是因年代久远 器物已经不知所踪 据专家考证 应该是训练有素 田径端庄的宫廷侍女 仿佛也看到了两千多年前宫廷内的奢侈生活 还有一件粉彩拱手勇 也是呈寄作的姿势 她的双手藏于宽大的衣袖之内 合于面部 俨然一幅油爆琵琶半遮面 回眸一笑百昧生的姿态 东方少女的天真典雅 悦然眼前 侍女瞬间所表现的情感 一抬手一回眸的简单生活姿态 造就了这件侍女勇的神韵 她的姿态和仪容 都充分展现了少女天真活泼的个性 同时也突出了少女的矜持 我们不禁感叹 汉代工匠们高超的制作技艺 同时透过这件陶勇服饰和装饰 我们也了解到了汉代人们的穿戴与生活 我们在汉阳陵博物馆里面 一个木道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这就是在众哥木道坑中 有一个木道坑里面的一个女勇 与其他的勇截然不同 这里面摆放的都是整整齐齐的 土黄色的裸体勇 可是这一件裸体女勇的身体 却呈白颜色 同时一个木道坑里的人勇 为什么只有这一件与众不同呢 专家们估计 这一件白色女勇 其身份地位应该与其他的不同 要比其他陶勇的地位高 所以当初会制作成一个白色的女勇 那么她是谁呢 她又有着怎样的身份呢 原来这个木道坑所埋藏的陶勇 是当年被汉井帝刘琪打入冷宫的妃子和太监的木道 而这件白色的女勇很有可能就是当年被汉井帝刘琪打入冷宫的妃子 丽姬 那么丽姬又是谁 为什么会被打入冷宫呢 丽姬曾是井帝刘琪最宠爱的妃子 后因嫔妃争斗 被汉井帝打入冷宫 而这件白色的粉彩侍女陶勇 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利己 侍女勇 面目清俊 双眼平视 嘴唇紧闭 表情深沉 好像在向人们诉说着不堪回首的往事 陶勇本是代替活人殉葬的一种人偶 可是在汉代工匠们的手中 这些陶勇都被制作得栩栩如生 汉阳临出土的这些素衣式陶勇 裸体陶勇 以及各种生动的动物勇等等 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汉代奢靡的皇室宫廷生活 也充分体现了汉代工匠高超的制陶工艺 小小棋盘为何身负皇室血案呢 奇怪夸张的陶勇又从何而来 杨陵珍宝究竟讲述了怎样的历史传奇 又描摹何等的大汉风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